螢幕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WhatSide的呂宇正 那我們今天很特別的是 以往都是在運動場上看到我們的訪問 那今天我們是來的一家餐廳 那為什麼來這家餐廳呢 因為這位餐廳也是運動選手出身 那現在退役了 那加上又是亞運要開始了 那這位老闆也是很好的 他想要在亞運期間做一些活動 然後給一些為體育界做一些事情回饋 那我們現在就把麥克風交給這位老闆 讓他來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小宇 很開心 因為可以有體育的 現在應該是最一線的在網路平台的一個頻道 WhatSide 很榮幸的接受小琪哥的採訪 我們的專長可能就是籃球 因為我們身高可能比較高一點 那一路以來可能都是從北樓國小 新民國中 然後再到南山高中 然後大學畢業業 可能就讀的是台北體育學院 現在好像是叫台北市立大學 對 那其實專長籃球這個區塊 其實在國高中的時候 然後也有入選過 以前叫四星國首啦 可能就是現在的所謂的U16 雖然可能成績 個人成績可能沒有這麼輝煌 可是其實有參與過整個的團隊的話 其實都有還蠻快樂的回憶 高中畢業讀大學之後 一直有一個夢想啊 就是希望自己除了在體育這一塊 這一塊道路上面 可以去開創另外一條道路 所以說當時其實在大學的時候就有 就有想要去外面多看看多學習 不管是任何產業啊 那最終不會選擇做餐飲業 其實也是因為 自己本身也喜歡餐飲 自己本身也熱愛美食 也很喜歡跟朋友聚一聚 那早期大家的既定的印象 可能就是 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 可是其實我常常的會告訴大家 就是說 運動員其實應該是頭腦最好 最清楚的 最清晰的 對 不然的話其實在場上 一個團隊裡面 要馬上的接收到教練的指令 然後馬上去完成這個任務的話 其實 我覺得不是運動員 沒有經過專業的運動員的訓練的話 是沒有辦法達成教練的 想要的一些需求 所以說其實我也是把這一套模式 帶到我的經營管理裡面去 所以各家的分店 其實我們都是有一個團 就是很像一個小團隊 一號店是一個小團隊 二號店也是一個小團隊 包括三號店也是一樣 那所以說在這個 這個餐飲業的領域 可能變成說 我很像一個總教練 我很像一個總教練 我必須帶領三支 三支團隊去打贏這場仗 我們同期的可能像我現在的徐世青 對 現在他是回到我們的母校 去擔任總教練一直 其實他也蠻常來這邊 其實因為我們同學 常常會討論一些東西 對 那討論他會跟我 討論學校戰術 對 有時候我們書本也會交換 因為畢竟這也是一個所謂的 我覺得我們好像現在變成同一個位置 都在經營管理 他在管理他的團隊 我在管理我的團隊 只是他在彈球這一塊 我在餐飲這一塊 對 那也是 還有也是有另外一位同學 也是在教職界啦 對 那個陳子薇 子薇現在也是在政大雄音 對 其實我們這一些同學 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都還是都保持結弱 都其實都是會互相的去探討 說各個領域 然後我們應該怎麼樣去 帶人 帶動這個團隊 謝謝那個小雨今天 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亞運期間 然後亞運期間前 亞運期間後 都要來 雞安 雞安十四九場 然後也要關注我們 那個WhatSite的網站啊 我們都會不定期的 推出一些運動員的一些故事 讓大家看到一些運動員 更多元的一面 謝謝大家 謝謝